今天为小伙伴们上传第32套 够的考试中文刷题 记住 平日里的观察积累 才是我们最宝贵的知识储备哦 一起加油 继续做题 爱你哦 第一题 这是一道转盘题 首先 小伙伴们 我们要搞清楚 左车道 右车道都是去哪个方向的道 遇到什么样的题 我们都会迎刃而解的 我们在左车道呢 是在转盘那一圈开 目的地呢 是往左转或者要挑头转回来的方向 在右车道呢 我们开在转盘的外圈 是要右转或直行的方向 题中 我们在左车道 题一问 我是要转回来吗 是的 选择V 题二问 我们要在转盘第一个出口右转 那我所在的位置正确吗 不对的 第一个出口右转需要在 右转道 但我们这里呢 是左转道 所以题二选择 这一题 我们选择A和D 不 Enfin вопрос 你从勇煙选择 需要的时间非常大 是不是 Christ springt 小alt往地转... 今天的关系 bize 今天 hypoten 宜anger 点 loop 不会滚 所以摇 大问题 您应该订是能力了吗 忙 coalition的 中古没选择 第二题 提一问我们开得越快 反应时间内行驶的距离会越长吗 是的呀 选V 车速50公里每小时的 一秒反应距离是5乘3等于15米 而车速100公里每小时的 一秒反应距离是10乘3等于30米 很显然相同的反应时间 车速越快反应距离越长 提一选择阿学校 提二问我喝的酒越多 反应时间越长吗 是的没错 酒喝的多了 我们的脑子越麻木 注意力越不集中 出现突发事件的时候 反应肯定没有清醒时快呀 选择C oui l'arrêt au stop est obligatoire si un train arrive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si aucun train n'arrive oui réponse C non réponse D 第三题 图片中右侧白色红条柱子 告诉我们前方50米 有平交道口 再往前一点呢 有一个大大的stop排 也就是我们在路口 不论是否有火车通过 我们都必须停下来瞭望 所以 题一问 当有火车通过时 我们停下来吗 是的呀 我们可不敢跟火车运钢啊 题二问 那没有火车通过时 是否要停下来呢 也是要停下来看一看的 万一有别的车 或别的人通过呢 所以这一题 我们选择A和C 这种危机 这种危机 开始在500m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这种危机 是500m oui réponse C non réponse D 第四题 右侧的三角排 告诉我们前方有多次弯道 下面写着500米 那么是500米之后开始有弯道呢 还是从牌子开始有500米长的弯道呢 这里呢 我们要记住 如果没有那两个向上的箭头 就是牌子后方500米的距离 才开始进入弯道 A SACSANMET 如果像题中有这样两个箭头 意思是 前方即将遇到的这个弯道 它有500米长 所以听一问 牌中的危险从500米处才开始吗 不是的 选择 B选项 题二问 这个弯道的危险延伸到500米吗 是的 这道题的关键点呢 就是看箭头 我们答案选择B和C 我需要转发动 在这里的关键点 在这里的关键点 是 在这里的关键点 是 对 答案 不是 答案 答案 是 在这里的关键点 是 答案 是 答案 答案 第五题 我需要转过头来去确认 通过右侧或者左侧的 外部后视镜中出现的一些因素吗 这一题我们都选择 V 我们知道当车子静止停住时 我们可以左右转头的视野观看角度是180度 但随着车子速度的增加 我们能够直视的视野角度会越来越窄 这时就需要我们通过后视镜来观察 但是后视镜并不会覆盖所有的角度 因此我们在一些情况下 必须转头以控制盲点和死角的位置 这道题我们选择A和C 断转发 几乱 转发 几乱 转发 几乱 2点 Réponse A 4点 Réponse B 6点 Réponse C 第六题 车速是每小时106公里被拍照了 我有可能丢掉多少分呢 图片中这条路是向下双向两条车道 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 如果我现在的车速是106 那已经超过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 所以呢 我有可能丢掉两分 答案选择A选项 2点 Cette voiture est arrêtée au bon endroit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Ele va gêner la progression du poids lourd Oui Réponse C Non Réponse D 第七题 问题一说 这辆车停在正确的地方吗 图片中啊 大货车要左转 如果这辆小车呢 停在现在这个位置啊 很可能就会被大货车刮蹭到 所以提音选择B No 第二问 那小车会妨碍大货车前行吗 是的呀 角度问题哦 大货车的尾巴大头转过来了 尾巴也许就会刮到这辆小车 所以这道题 小伙伴们 我们选择B和C 我打开 第八题 虽然前方没有人行道 但右侧这位行人他要横穿马路 在市区我不可以随便按喇叭 所以A选项不选哦 在内外后视镜呢 可以看出我车身的后方 是没有车辆的 所以我选择本选项 我停下来 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题 图片中这位驾驶员安全带寄到了脖子处 他应该怎么做呢? A选项 可以更改座椅的调整 B选项 改变安全带的高度 C 用钳子把安全带弄松一点吗? A和B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安全带到正确的位置 C使用工具不是正确的方法哦 我们选择答案A和B En circulant en feux diurne, je suis visible De l'avant,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De l'arrière, oui, réponse C Non, réponse D 第十题 画面中乌云密布 这种天气呢 视线不好 如果我们在开车时打开日间行车灯 那么我们从前面或者后面会被看到吗? 从前面是可以被看到的哦 但后面就看不到了 因为这个灯啊 它是在车前 车后是没有日间行车灯的这个配置 这一题选择A和D 小伙伴们记住在画面中的这种天气 我们要使用万能灯 近光灯 前白后红 车前车后都会被看到 这一点需要我们留意哦 欢迎点赞加订阅 也感谢小伙伴们纠正错误 小狗子陈皮继续爱你哦